一個是少女女孩 小姐抱著一個 一個像有個毛巾綁著的 那一路上沒有表情 結果我的同事非常的熱心 她說 小姐 然後後來她想說 節哀什麼 為什麼節哀順便 她說請問這是妳的 我的 好白喔 我要幹什麼 我會有時候真的是熱心破頭 真的 而且那個尺寸也常常 小電鍋這樣綁 然後還有一個布巾這樣綁 妳知道嗎 我跟妳講不能怪那個空服員 太像了 好熱心 好熱心 好 剛剛蕭和姐還有老師都有提到 怎麼樣對付奧客 不管是妳用幽默的態度來化解 還是妳拿大餅給它擦一擦 再送人家去吃 這些招數不曉得 羅姐有沒有碰過 因為羅姐她剛剛自己開頭就承認了 大家看她怎麼看都像個奧客對不對 沒有 很好啊 其實我覺得啦 我上去的時候 所有航空公司的小姐啊什麼 都會對我很好 因為妳東區羅姐 誰敢對妳不好 沒有 尤其是 我認識幾個香港的朋友 那有一對夫婦 她認識剛好是我的鄰居 那她們是香港人 她們就香港人堅持都要做國泰 對啊 就像我們要做華航或長榮 她們都是做自己的航空公司嗎 好 所以那一次呢就是 她們兩個夫婦要回香港去 那就說 妹妹...妳要不要來 那是我二十出頭嘛 剛剛演完連續劇的時候 她說妳妹妹妳要不要來上海啊 要不要...要不要來香港啊 可以住在我家啊 我帶妳出去玩啊 這一對夫婦 因為她們沒有生小孩 看到我就特別喜歡 我就說好...我跟妳們去 然後我們去到機場 差不多九點鐘的時候 她們就講說 可能今天的天氣有霧 看不是很清楚 所以國泰決定不飛 然後可是後面還有一班華航的 我們不飛 華航就宣布波林要飛 那我們就在吵啊 為什麼華航飛我們 妳們不飛 她們說不是 這樣飛太危險了 我說那妳們不飛的話 我們現在怎麼樣 妳是叫我們回家呢 還是怎麼樣 明天早上再來呢 什麼時候... 誰想什麼時候飛 妳放心 我們一定會有安排 我說安排什麼 安排住旅館啊 她們說可能是這樣 我說你們瘋了嗎 這客機全部是滿的耶 那我們這麼多人要住旅館 第一次去住哪裡 第二 你們不是賠錢賠死了嗎 那會怎麼華航都可以 她說華航都是開戰鬥機的 所以華航不怕 我說她說我們怕 我們不是戰鬥機的 我說那可是這樣子我不行耶 妳一定要把我行李拖出來 她說為什麼一定要拖行李呢 因為我是近視眼 我是隱形眼鏡 我這一晚上隱形眼鏡 要是不拿下來的話 眼睛要爛掉了 眼睛真的的話爛掉 以前還是剛開始的時候 我那年代是硬式的 還不是軟式的 我說除非... 她說除非什麼 除非我今天晚上不要睡啦 她說那妳不睡 妳不睡就不要睡啊 對不對 我說不睡 叫我不睡 那我這晚上幹嘛 除非你們陪我打麻將 我就不罵你們 我搞錯啊你 說羅小姐 妳會打麻將嗎 妳看起來很清純 我說清純就不會打麻將 這是國粹耶 她說妳真的要打麻將 當然啦 然後那個人就很高 我說看妳這麼帥 應該是什麼事情妳都辦得了 然後我就走了 我就去Check-in旅館了 我一Check-in好沒有多久 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有人敲門了 我想一看 就是那個高大帥的那個人 就來了 我說妳找我幹什麼 他說妳不是要打麻將嗎 麻將桌跟人 我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現在帶妳去那個房間 裡面打麻將 我說真的有麻將可以打嗎 我不相信 到哪裡去找人 妳放心羅小姐 我全部都給妳安排好了 我去到那邊 連吃的喝的弄的麻將桌 已經全部都弄好了 就是兩張床嘛 中間架了一個 就一人坐一個床 然後這邊再一人坐一個椅子 那牌咖呢 就四個人啊 等一下 你跟那兩隊 沒有 我其他三個人我不認識 其中還有一個 就是安排我們打麻將那個人 然後另外兩個人我也不認識 而且坐下來打120的 快要25年前 快30年前打120的 其實也滿大的 妳也滿厲害的耶 都完全不認識的人 坐下來就打 對 就有的就挖打呀 就有的打就打呀 然後呢 我那天晚上 整個打... 打到什麼時候你知道 羅小姐 我說真的嗎 我還沒打完耶 那妳要不要飛香港 我要... 然後自己跑 我自摸 快點 收錢... 我還贏了一兩千塊 妳知道 贏了一兩千塊 人家陪我整個晚上 真的 我也沒有說不要不要算了 我還真的一兩千塊就收了走了 我真是爛透了 我想想看 我應該那個錢不要拿的嘛 對不對 小小姐她這樣算OK吧 OK 羅姐沒關係... 我看她笑得我都覺得 妳的下次吃個東西 她可能也...妳不要碰到她 在裡面給妳膽兩下 我覺得應該也是她們愛打吧 當然是 對啊 好啦 十點不早了 要十一點了 放羅姐回去再打一夜麻將 感謝大家收看 禮拜一到禮拜五晚上十點鐘 中天娛樂台新聞娛樂透 拜拜 謝謝 这样也很好吗 还好吗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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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还那个 那个 当花术的 是一个太过去的 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